同样也是帮民众来讨公道 旧公寓的石砖掉了下来 砸中9岁小女童 造成她头骨破裂重伤住院 那么建管处依照违反了建筑法 对屋主开出了全台第一张 6万元罚单 穿着粉红色衣服的9岁女童 躺在大马路边 头破血流 频频喊痛 一旁的妈妈好着急 打电话报警 赶快把女儿送医 听到很多石块掉下来 一个很大一块 就找到我女儿的头盖 多大的大小 就是这样子一大块 吃完饭之后走出餐厅 女儿就被这天外飞来的瓷砖 打中了头部 到现在都还没有脱离险境 我的女儿怎么办 她还这么小 如果真的残废了怎么办 就一块针头掉下来 我女儿真的右手左脚都没有力 这将来怎么办 旧公寓的瓷砖 常常像这样子哄的一声 从高空掉了下来 重力加上速度 打碎女童头骨压迫交感神经 造成女童的左半边完全没有知觉 伤得这么严重 建管处终于开出全台湾的第一张罚单 这个相片剥落的范围 是超过了原来旧有污垢的范围 所以剥落的范围 我们认定是这一块 只有六楼的部分开罚 地上都是掉落下来的瓷砖碎块 根据建筑法 维护建物构造安全是屋主的责任 现在外墙瓷砖剥落打伤了人 依法开罚六万块钱 屋主不服只说这房子才买来一年 根本来不及整修 但这说法不被采纳 屋主不但要负担 伤者的医药费还要乖乖缴罚单 整修工程也要快点进行 否则罚单只会越开越多 继续刘军叶子杰台北重复报道